臭小子又買玩具? 家裡沒位了還買? 歡迎大家收睇馬告斯TV 是馬告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啦,我們現在開始這次影片 這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好像沒什麼,但其實就是開這包小小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來的呢?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特典卡包 這個特典卡包比較麻煩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蒙面超人街機卡 即是日本那邊有街機的卡遊戲 那部機器就會設置在 機店、玩具店、 甚至百貨公司 只要大家去到這三個地方 跟店員說 想要這個卡包 就會有這個小卡包 這包小卡包好像是有一個限期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總之最近這一個月就開始派 當然就是先到先行 派完就沒有這樣的東西 至於裡面的內容物 稍後再說 說多一點點東西 蒙面超人街機卡 那部機器就是沿用 好像是光美的那部機器 上下有兩個大螢幕 就是有點像這個3DS的放大版 那你就會玩蒙面超人的卡遊戲 你可能拿四張卡 組成自己的小隊 去跟電腦挑機 或者做任務 而在玩的過程中 就是touch mode 之前我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都有拍了一條試玩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樣 現在就開這包卡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張就是宣傳紙來的 剛才說的那部街機就是這樣 你看到上下有兩個螢幕 下面就讓你放一些卡在這裡玩 而這張卡 就是眼前這一張 就是讓你對落那部機器玩 所以就不是變身卡 這張是街機卡 街機卡沒有記錯 Gajato這張好像是第一張還是第二張 正式來說應該下一彈才開始有 你會看到燈光射過來閃閃亮 這邊你就會看到拳打腳踢的Logo 對應給你在街機玩的時候 它就會轉這個輪盤 讓你去選拳擊、踢擊 然後這裡就寫著Gajato的名字 這邊就是形態的Stream Hopper 然後這裡就是攻擊力、防禦力、體力、速度 這邊就是他那招必殺技的攻擊力 然後以前的街機卡 後面就會有一個飛踢的大圖案 或者是必殺技的大圖案 但現在就轉了做在數值上的東西 那就真的再像一些卡遊戲的感覺 這一張 這個Rare在這裡也有寫的 其實也是叫做Piaro 這裡寫是Piaro 這邊就是Piaro 034 然後這張卡再轉再看 就先看看這張 這張東西其實就是一張Save card 因為現在的街機卡遊戲 就很需要用到這些Save card 即是無論現在日本的機店 你去到玩龍珠也好 蒙面超人也好 高達也好 甚至其他等等的街機卡遊戲 很多時候都需要Save card 這張到時就有機會用到 是的 都可能用到的 這樣 這裡就是填名 之後 剛才都不小心給大家看有個號碼 不過都沒什麼所謂 總之有個號碼 然後這張卡 就可能放在這裡 它就會detect到 然後你有4張拉打卡 裡面有3張 就放出來召喚它 然後就開始玩 這兩張就是這樣 然後這張 你看起來就像普通的蒸汽列車 但是其實也有少少內裡乾坤的感覺 因為這張的閃發又是有少少不同的 等我一會兒 我先拿一些蒸汽火車出來 眼前就有一大堆蒸汽火車 首先這一張就是雜誌送的蒸汽火車 你看到的閃發就是有些填字形的閃發 然後這一張就是SR來的 你看這張的閃發就是彩虹色的 你看到眼睛這些雷的位置 是彩虹色的閃 然後這張就是UR 就是彩虹閃之餘 例如這些字會蓋上金色的邊 數字這裡都金色 那就更加豪華一點 這個就再低回下去 這個是R來的 R的閃發就是電池沒有閃的 就只是眼睛和這些位置閃的 白卡當然什麼都沒有 所以來說 這張最近次的閃發 就應該是這一張的SR 你這樣看的話 這邊SR就是彩虹色的閃 這張這張配布的特典 你看到閃發就是銀色的 而且閃起來 好像眼睛是微微地閃 反而是這裡 這裡 還有眼角位就有閃閃亮的感覺 而且數字上面沒有閃 這個是白色的 這邊也有閃上一份 那就是Semi有點不同的感覺 後面也是這樣的 至於它的Number 這裡也寫著PR 那就是09來的 那現在呢 試試玩到變身器裡試一下 這張開武器 是 這張開武器 這邊 過後面 遍元 遍元 是的 展覽 偏心 好 好啦 今天小小的就看了這兩張卡 這邊這張就是街機卡遊戲的卡 這邊就可以玩到變身器 如果大家去日本的時候 不妨去百貨公司或者機店試玩一下街機卡 如果大家不懂得玩也不要緊 首先先看我的試玩片 打了底之後才去玩就更好 至於這邊來說 它這次就有Semi不同的閃化都不錯 始終日本那邊當然是免費拿 但是香港就始終要點錢的 所以看大家有沒有興趣入手 如果有的話都可以不妨入手 宣傳一下怪獸王玩具是有這個卡包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剛好經過見到 都可以試試去入手一下 這樣咯 我宣傳了的啦 就是這樣咯 好啦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增設了會員制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會員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Bye By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